南加州 两次攻击宠物犬 洛杉矶官员计划捕捉P-22山士 在不够一个月内 接连两次出现在人类社区 而且两次暴杀宠物犬之后 加州鱼类及野生动物局CDFW 星期四表示 将会计划捕获 以及评估山士P-22 并且对它进行身体检查 根据CDFW的介绍 P-22是一只12岁高龄的山士 它已经在格瑞菲斯公园附近的山上 生活了大约10年时间 也被称为荷里活猫 在2012年首次被捕获 而当时为它带上了GPS颈圈之后 将它释放野外 长期以来P-22并没有攻击人类 以及宠物的记录 P-22偶尔会出现在 研究人员的监控视讯当中 也会引起大家的一阵欢呼 但到了最近一个月 P-22两次袭击人类社区 首先在上个月 捏杀了一只在河里活水库附近 占捕的Chihuahua 而两星期之前 在河里活的银湖社区 另一只被圈住的Chihuahua 也都被P-22袭击 当时在9只的主人帮助之下 得已存活 CDFW官员表示 可能是P-22年龄太大 导致在野外无法捕捉野生动物 所以就会走入人类社区 捕杀毫无反抗能力的宠物狗 野生动物专家已经注意到 他的动作行为发生了变化 天下卫士编辑报道